聖和平两岸高层论坛 天地万物丹丘前 有声收心保护你 好 谢谢各位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第一位请萧教授 萧教授在我所接触的 鬼谷子的文字里 我是拜读他的大作 他能从考据考证 到整个文化的起始 到诠释整个的内涵 事实上他的相关的著作很多 早上特别提到 早期在1973年 就袁庆恒院长所指导的 政大的新闻系的方承鹏先生 他就是著名的 商务运输馆的总编辑 他做的研究就是传播理论 这个传播理论 跟鬼谷子结合在一块 鬼谷子的传播理论影响到现在 非常难得 我们萧教授 他是正大师大的果文系出身 在正大的中文研究所 他也是著作很多 尤其是又把鬼谷子的东西 又做了一个深度的研究 我想非常难得他们能够在学术界上 做这么一个执头 我们现在就请萧教授 萧教授 這個會場來講 跟鬼谷子相關的一些修行法文 清朝的金聖翰 他曾經評了四本材子書 其實金聖翰 他是以小說那種 背和縱橫的寫法 來談論這個會場 有些藉口的寫法文 其實在中國古代裡面 我們橫跨那麼長的 漫長的時間空間當中 確實有很多本書是值得永垂不朽的 而且永垂不朽的書不一定要 要很長篇大論 我自己就選了四篇 這四本書呢 第一本就是《易經》 第二本是《老子》 第三本《殷糊經》 第四本是《鬼谷子》 為什麼選這四本書呢 這四本書其實都有它一個共同點 我們先講《易經》 《易經》在在座的研究者非常的多 《易經》呢 它是談所謂的 《生生之畏義》 《天之大德之畏生》 那麼它在這個 《生妹》 這種理論當中 它是特別強調生 《易經》在 今天也有人談過《易經》的主要理論 所謂的不義簡易跟變異 尤其它的不義 等於是宇宙的原理原則 變異是它的現象 不義是本體 變異是現象 那麼在談變異當中 《易經》裡面 它整個就把這一些宇宙的現象 它用六十四卦來敘述它 六十四卦它是代表了六十四個 這個不同的時局 可以把它當成大的局勢 六十四卦如果再把它濃縮 我們可以用八卦來代替它 八卦如果再濃縮 那麼可以變成乾坤坎梨四卦 再濃縮下去就是乾坤二卦 二卦再濃縮下去 整個《易經》其實兩個符號 是由兩個符號組成的 一個是陰謠 一個是陽謠 所以整部《易經》所講的 就是陰謠之間互相的關係 那互相的變化 那整個《易經》它講的是陰謠變化 相對的 這個在老子這本書裡面 老子這本書裡面 我們看到了道體論的說法 也看到由道而生一 一而二 二而三的 這樣的一個理論出現 那老子裡面它倒是本體 可是它講用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注意到它有剛柔 那它比較去剛所柔重千退 這是老子哲學 也因此常常被稱為老二哲學 那這個老子的這個遷退 那麼它是從剛跟柔之間 取得一個柔才能夠長久 但是老子的柔是有財有德而遷退 有財有德而守柔 不是無財無德 無財無德 無財無德本來就應該遷退 所以老子的遷 不是無財而遷 而是有財 有財而遷 有財而遷才能夠像大海一樣 廣容萬物 所有的江水 所有的溪流 都會會歸到大海來 只要的原因是因為大海它能容 大海它遷下 如果它是高傲的 那麼水不可能流到大海去 所以它必須要遷下才能夠容物 老子它講的剛柔 然後老子也有一句 很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將遇西之 必顧張之 將遇躲之 必顧雨之 將遇會之 必顧心之 我不會 我不會 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西張瑜朵 那麼這個也就是 剛柔陰陽的這樣的一個變化 一個運用 那再來我們談到第三本《殷弗經》 《殷弗經》是皇帝殷弗經的一個簡稱 《音符经》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本经书 在《道章》里面有缩录它 这本经是非常的短 短到各位会吓一跳 因为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300多字 一个版本是400多字 我们现在的作家描写早上的太阳升上来 它可能用的字数就不仅仅是300字400字了 而《音符经》它竟然用300字400字 《音符经》的奇特不在它的字少 而是它的句子很奇特 它的思想很奇特 我们一般谈生 很少人去赞成谈杀 《音符经》里面它是谈杀 谈道 《音符经》里面它有一句话 叫做天生天杀道之理 就是上天生上天杀 这是道理的正常循环 然后这个《音符经》里面谈的道 什么叫做道呢 它所要的道就是 一些我们所看重的时机 通常它是很短暂的 短暂到你必须要及时去掌握它 那么这个就必须要像小偷一样 你要谨慎的去观察 然后势机而动 因此它用道字 它一个人要成功 必须要到天时 到地利 到人和 它不是用一个得天时 得地利 得人和 它用一个道字 道字的话它是比较去注意时机的出现 掌握时机的变化 什么时候该下手去取得这个时机 那所以《音符经》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本经 那我们常常以宗教家的立场来说 我们是比较赞成生不赞成杀 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这个社会只有生没有杀 那整个社会就像是只有建筑 而没有把一些不需要的这些房子 把它给摧毁掉的时候 那到处都是房子 到处都人就没有办法再活动了 同样的只有生没有妹 那整个的世间也很难以去想象 那一种世间的存在 因为都是要维持那么多的生 在整个生态上面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个我的觉得《音符经》这本书 可以提供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幻思 那么至于什么时候 既然有生什么时候该灭 那这个如果以中国的哲学概念来讲的话 那么就是生壮老死 老该退的时候 就是该销毁的时候 这个古代的执政者 他们也是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 春夏是生物 秋冬就是开始要灭雾的过程 那么当这个生命是开始在成长的时候 是不应该去毁灭它的 那么当生命开始走向衰败的时候 就是要让它自然的淘汰 那大家都觉得出树是不杀生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概念 我们也觉得草木不是无情 草木也是有情 有情也是众生 那么既然为什么我们可以舍弃这一些弱类 而去吃这个食物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比较看不到它的烦恼生命 但是如果以儒家 以淫浮经的看法来讲 物它有它的生长期 生长期我们必须要栽培它 它的淘汰期我们必须要遵守天道去让它完成它一生的作用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春夏生物秋冬杀物 五代的行华它也是一样 在一个人犯罪了 他毕竟不是马上就处决 通常会留待秋天的时候来做杀戮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就是所谓的生杀有食 这个殷浮经它这个只有短短的几百字 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耸动 那么它也是一样是跟这一个老子跟易经 在我的心目中它几乎可以并排 另外一本书就是鬼骨子这本书 鬼骨子这本书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它的整个理论就是它的开宗名义第一篇 就是百合篇 百合 梁洪景 梁朝桃洪景的解释 是用阴阳来解释百合的 那百合的理论 这两个字很简单 百是开 合是把它关 是开跟关 这样子 那么它跟易经的阴跟阳是相同的 老子的刚跟柔是相符的 那这个生杀刚柔这些东西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那老子这本 易经这本书它跟鬼骨子是相同 那么前面的这几本 比如说《易经》 比如说《阴谷经》 比如说《阴谷经》 比如说老子这三本经呢 它是比较偏重在理论方面 而《鬼骨子》这本书呢 它有它的理论 也有它的实际操作 也有它的实际操作 比如说这个百合篇以外的很多的内建 反应 模 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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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我今天的题目是要讲这个《易经》跟《鬼骨子》的共同点 因为四本经书一起谈不太好谈 所以我来谈的就是这个《易经》跟《鬼骨子》 《易经》这本书它的主要的理论可以把它分两个 一个是阴阳之理 一个是阴阳之用 那在这个道理上面 《易经》所谈的六窑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六窑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阴阳之间的关系 那么它常常有四个因素 涵盖的四个因素 就是层 层 比 印 这四个因素 第一个层就是上层 我们跟上位 跟我们的长官之间的关系 那一定要处理好 第二个是下层 就是我们的部署 我们统 我们统一的部署 我们应该也跟部署之间要有良好的互动 那如果对上 你得不到 得不到这个上级的这个照顾 上级的来相挺 那对下你的用不到你有的人才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 所以在谈用的时候 术的用 必须要注意到上层跟下层的这个因素 然后还要有所谓的比 比呢是以易经来讲 它是两个窑之间的相邻近两个窑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比的最好的方式是阴阳相比 是一个强悍一点 一个弱一点 两个相互助 这个才是好的 我们常常英国好像有一个学者谈到婚姻论 他认为这个婚姻结婚了 常常是娶你自己所不足的 比如说这个假设这个男的是非常安静的 那么他一定是找一个这个嘴巴常常打开 很容易跟人沟通的 就像7-11中年无休一样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这两个人很不大调 可是为什么他们结尾夫妇感情却很好 好像没有闹婚变 其实这个是互补作用 如果懒得很安静 女的在海安静 那他们跟外界就没办法沟通 所以一个一定要稍微有点外向 一个稍微内向 这样才是好的搭配 所以在比方面通常也是阴阳相比 那对于上层方面通常易经讲的是 这个阴谣上层阳谣 没有才能的去奉承有才能的 这样子呢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如果是有才能的去奉承没有才能的 那么常常就因为会自己阳财入籍 刻意的去看低你的长官 会搞不好把这个长官部署的关系容易破灭掉 那所以上层是阴要奉承阳 下层的话是有才能来统治没有才能 是阳要承阴 这是层层比 那阴呢 阴就是下摇 下摇三摇 跟上摇的三摇要有呼应 那讲白一点就是地位比较低下的 他必须要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如果后面有一个靠山 他的里面有一个主管非常挺他 那么他在形式上面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是易经讲人际关系 我们看一个卦通常要除了看他 比如说这个乾卦 这个初遥乾隆勿用 现隆在田等等 看这些表面的卦象以外 我们还必须要分析 他这两遥之间的关系 他的层层比印 他的护卦等等 这个东西就是观察 这个环境外围的环境因素 跟你自己跟环境之间的一种结合情况 那这是易经他谈的这个理论 至于易经所谈的用 就是谈到时 谈到位 谈到中 那时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在这个时间 在今天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的长 我们当然可以进得来 错过这个时 明天的这个时 后天的这个时 前一天的这个时 不是我们的长 我们进来就没有充分的理由 有时必须还要有位 有位置 你有这个职位 才能执行你的一些 一些所要 所要付之于 这个行动的一些理想 那这个时位 最主要的行事时候 必须要所忠 所谓的忠呢 就是无过无不及 那至于过跟不及哪一个好 孔子已经回答得很清楚 过由不及 所以最好的行事方式 就是要能够锁住中道 那锁住中道来行事 才能够有成功的机会 这是易经的 那我们来看 看这个鬼谷子 鬼谷子的概念 跟这个也是很接近 鬼谷子的这个百合篇 就是谈到阴阳的理论 阴阳是它把它付诸于游说 游说的时候 必须有这个主体课题 那么你对主体课题的掌握 跟熟悉 就是必须要了解 它的你自己本身的层层比应 了解处理事情的十位中 那么这个鬼谷子上下两篇 跟它的这个下篇 跟本金一无七处 本金一无七处 它是涵养自己的精气神 然后模仿动物 模仿猛禽 也是等于是在等候时机 来展开它的行动 它的这个行为呢 其实整个的理论跟益金 是很符合的 我在我的论文后面 最后面 在很抱歉 您容许我一分钟 122页 宋朝高世孙 他批评鬼谷子的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的好 在122页 他说 忽一笔一合 益之神也 一笔一合就是阴阳的开合 那一夕一章老式之基也 老式是谈这个 必欲章之必先西之等等 那鬼谷子之树 往往有得于悲合阴阳之外 使那民族益之于自放 馈类而不可遇 遇上官之因福以 穷天之用 截人之诗 而阴谋诡秘有金贵 韬略之所不可该者 而鬼谷子尽得而泄之 其一代之雄乎 我很欣赏他的穷天之用 截人之诗 也就是说 他能够把天地的奥秘 整个的发挥出来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